就好像我的love language就是quality time 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怎么样子 他给我意见 有时候比如说我干什么 出去做事情回来 我坐在那我就整个 叼啦啪啦讲一顿 他就要给我一些意见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住口不要讲 我不是要你讲话的 我是要你听的 就是自打的以后呢 他终于意识到 我要是在叼啦啪啦讲的时候 他最好一声不吭 他就整个听着 等到我问说你的意见是什么 他在讲 要不然他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在教训我 而不是在听我讲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 当时这本书对我们两个的提醒 都是很重要 其实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就是沟通啦 就是说你要沟通 我们两个就是彼此沟通 知道对方的需要 那个就是很重要 当知道对方的时候呢 那一起祷告啦 一起在讲 比如说我们做错什么事情 彼此就是需要对方道歉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就 就也就很自然的就会 就没有任何的生气在里面 就很自然的祷告 对在沟通方面 我们就很重要一点 其实我们两个沟通 最多就是一起在服事 一起祷告 同时一起服事 在一起服事过程当中 他真的就是我的头 就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是我都是要问 然后我们一起要祷告 一起来 就是来看神怎么样去带领 就是往往他呢 他这个人比较累质 所以我就会在这一点上 就完全的顺服 就会要听他的这个 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做 我觉得就是 就是夫妻一起要服事神 一起在这方面 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祝福吧 我们一起能够 在神里面一起服事 一起祷告 一起能够 这条路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哇 你这么一讲 我想所有的事情 我们的关系建立都是这样子 所有的夫妻也好 孩子们也好 你说跟我们的另一半女婿 或者媳妇也都是这样子 你跟他沟通的好 他也尊敬你 他顺服呢 也许没有那么容易 他要跟你争 或他至少尊重你的意见 这样 所以我在想 很多生活的原则 其实都可以用 用到各个方面去